一名28歲游戲男子在花蓮市單手騎機車又沒有戴口罩 圓警看到了上前藍茶勸導 卻發現這個男子是無罩駕駛準備要開罰單了 而這個男子卻開始出言不遜而且還辱罵圓警 甚至於還反抗警方的壓制 最後警方是呼叫其他警力來支援 並且以辣椒水制服這個男子 當場除了無罩罰單之外還以妨礙公務現行犯來送辦 24號下午3點花蓮市縱華路一名28歲的游戲男子騎乘機車 圓警發現單手騎車 口罩會戴好行為上前藍庭檢驗證件 沒想到游戲男子並無駕照 警方當場依法開出無罩駕駛罰單 但是游戲男子卻開始出言不遜 女圓警好言相勸 與游戲男子溝通卻不聽警方制止 更加辱罵圓警垃圾 說了沒 你剛剛講什麼 你剛剛講什麼 本所圓警沿中華路南向巡邏 發現同向游戲民眾騎乘重型機車單手騎車 未戴好口罩 於花蓮農會超市前將起藍庭 實施勸導及檢查證件 圓警發現游男無罩駕駛 預知單舉發時 游男開始不斷對圓警叫囂口出會言 雖經勸阻乃不停止 更以垃圾侮辱執行員警 顯以違法 遂依刑法妨礙公務罪 當場逮捕代官所 經徵訊後移送花蓮地監署偵辦 游男觸犯刑法妨礙公務罪 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法條例的無罩駕駛 處罰6000元罰款 圓警依法將游欣男子壓制 游欣男子奮力反抗 現場圓警呼叫警力資源 並以辣椒水制服游男 最後除了吃下一張無罩駕駛 還被依妨礙公務縣刑犯 帶回派之所偵辦 記者林杰花蓮市採訪報導